大家好 這條影片主要教大家 如何在Root機的情況下 可以Hide下面那條Navigation Bar 即是三樓虛擬 我正在使用這個就是Stop ROM 因為 我想很多人都一樣想Root 但同時會有Google原廠的System Update 有些人 拆了ROM 所以他們可以在Setting上 可以Hide下面的Bar 隨時都可以 但Stop ROM就不可以 可能我們有些方法 例如我們可以用GMD的Gesture Control Hide了Status Bar 同時也可以Hide下面的Navigation Bar 即是這樣 但這個方法就有一個問題 假設我用PyControl 你會發現 我是開不了Recent Apps 其他一點我都OK 我開不了Recent Apps 是開不了的 所以這個方法就證明了是不行了 我們用什麼方法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Twigs 其實怎樣做呢 大家很簡單 首先大家要有一個 有一個Apps 這個Apps叫Root Explorer 當然要Root了才有 進去 然後 我們找System 看到System System OK 進來了 我們看到一個 叫Build的File 在這裡 這個 我們就要進去打一個Code 打一個Code之前 我們就要 因為我們現在是Read的權限 我們要 令到我們有Write的權限 OK 現在有Write的權限 很簡單 我們Long Press這個File 接著 我用Text Adapter 去Added它 我滾到最底 Sorry 應該會用一個 Trace Dot Text 最後一個行在這裡 我們就開了一個New Line 很簡單 跟著我打這個Code 這個Code 不可以有Space 而且全部都是世界的 很簡單 看著吧 Q E M U Dot H W OK QEMU Dot H W Dot Ming Keys OK Equals 1 來得見得好 你看看 我是沒有Space的 兼且全部都是世界來的 OK 打完啦 打完那怎麼辦呢 收拾一下 接著呢 做一個動作 叫做Safe Change Safe OK 告訴你現在 FileSafe就可以了 它會幫你Backup做一件東西的 我們出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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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出去了 好了 出去了之後呢 你就要做一件事了 因為這些是System File 所以基本上它Reboot了 它才可以生效到的 那我現在就要Reboot OK 我Reboot OK 那我等它Reboot 你看看我解了這個 Bootloader 即我已經Reboot了 我們等它啦 那如無意外呢 我們打開機之後呢 那如無意外呢 應該會發現 對啦 那 Navigation Bar 已經不會再彈出來 是沒有了的啦 OK 沒有了啦 那我們解數進去看看吧 那我就Unlock啦 不要看好嗎 OK OK 看到啦 沒有了 Navigation Bar 兼且 用到 Recent Apps 是不是 用到Recent Apps 用到了 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那就是這樣啦 其實我正在用這個 叫Pie Control 下次如果有機會可以教大家設定 這次這個就是 教你如何把你的 Navigation Bar 是 暫時地 永久地地 遮蓋了它 那其實呢 不用擔心它出不回來的 因為呢 你改了System File 所以如果你要做原廠Update 你一定 就需要 用Root Explorer 入Write Mode 將那些東西剷掉 那你就可以 把那些東西剷掉了 然後還原System File 那你就可以做 Google的原廠Update 對啦 就這麼多 這次先說到這裡 拜拜